欢迎收看大妈频道 本周五印太联盟要开一个美日澳印四国领导人线上会议 据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 美国总统拜登将这次会议列为他执政初期的多边协作之一 表达我们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盟友和伙伴进行密切合作的重视 并且将对新冠疫情应对气候变化和经济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 大部分的美国媒体、澳洲媒体、日本媒体、印度媒体 都将这次会议设为是为今年计划中的四国印太联盟领导人线下峰会做普遍 同时也是对向中国发出明确的信号 四个国家将合作应对来自中国带来的直接挑战 行吧 反正现在他们一天不提中国 政治工作和外交工作就没办法展开 一天不提中国 外媒新闻都没办法写了 那我们就说说这次印太联盟的两个看点 第一个是拜登的身体状况如何 第二个是印度是不是会拿到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钱 去投资扩大新冠疫苗的生产性 我们先说第一个 拜登最近的身体状况似乎真的是有些问题 这不是因为他们要开印太联盟会议 所以我故意胡说或者是诅咒拜登 而是根据美国媒体和互联网舆论整理的一些信息汇总 得出的结论 今天3月10号 Fox的头条是这样 到底谁在当总统 在拜登被记忆力衰退困扰时 副总统哈里斯持续与其他国家领导人通电话 Fox的文章很简单 拜登就是两个月不到的时间 副总统哈里斯和法国的马克龙 加拿大的特鲁多 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 挪威总理阿尔纳索尔伯格都通了电话 还参加了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举行的新政府第一次双边会议 类比美国历史中的副总统 谁也没有像哈里斯一样 美国副总统通常都很安静 当然有同学可能会说 Fox的新闻当然不可能对拜登友善 确实这篇文章其实有点挑不离间留意到 但更多的是向美国保守派民众传递一些信息 这篇文章就是在内涵拜登快不行了 美国这个国家可能就要落到哈里斯手里了 Fox在内涵拜登有没有所本呢 其实是有的 3月8日拜登在白宫举席的一场活动中 忘记了自己刚刚任命的美国防长奥斯丁的名字 而用了那个管这个机构的家伙来替代 拜登当时的原话是这样的 并且我要感谢那个那个那个 这位前将领 我一直称呼他是将军 但我我那个管理这个机构的家伙 当然仅凭这个说拜登记忆力衰退 身体有问题 证据不足也不够厚道 大家都难免有卡克尔的时候 但拜登的问题最近不止卡克尔这一次 2月底拜登去了德州休斯敦 他在发表讲话时突然表情变得极其痛苦 一段讲话说得磕磕巴巴 再感谢一些政治人物是连续念错名字 语言表达词不打义以后突然卡克 然后说了一句我在这儿干什么 有点像灵魂三问 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嘛 拜登的这次突然卡克被一些美国媒体和舆论称为拜登迷失在风中 当时美国媒体和舆论也没有太重视 因为拜登竞选期间就有过几次类似这样的情况 但是紧接着一些情况终于引发了使美国媒体的警觉 拜登执政后仅有的几次和媒体互动机会 拜登都不接受媒体提问 这使得美国媒体一直很不满意 但3月3日在拜登愿意回答问题后 白宫又掐断了直播连线 在3月5日发表直播演讲后说 我愿意接受现场提问 如果这是我必须做的事情 而不待主持人反应 白宫又很快就掐断了连线 白宫这两次把电线让美国媒体怀疑 是不是拜登的身体状况和智能状况 已经不足以回答媒体提问了 美国媒体开始把时间往回推 他们注意到拜登至今没有举办单独的记者会 这打破了近100年来 美国总统就职后首场记者会召开时间的记录 之前Fox之类的保守派媒体 抱怨拜登不像川普那样经常召开记者会 而随着时间过去 自由派媒体也开始抱怨 为什么拜登不开记者会 美国媒体现在在怀疑 不是拜登不愿意召开记者会 而是白宫的工作人员怕拜登开记者会 也一样突然卡壳 美国接受不了一个刚就任的总统 出现严重的身体状况 面对如今的世界局势 美国总统如果不行了 会给全球美国衰弱的印象 所以Fox今天的头条 说哈里斯在履行美国总统的工作 其实是在内涵拜登的身体状况 本周五印太联盟 美日澳印四国领导人线上会议的第一个看点 也就是这个 会议时间有两个小时 我们要仔细观察下拜登的身体状况 印太联盟线上会议的第二个看点是印度 之前G7会议有成员国家 因为嫌弃澳大利亚过于反华 拒绝英国邀请澳洲参与G7会议 曾经传出过一个消息 印度当时对美国推动召开印太联盟会议 态度很不积极 当时我就说过 印度要的是西方投资 从资本产业链技术上的全面投资 印度玩的套路是 他们可以做一些对中国强硬的举动 但西方必须拿真金白银来换 不能光发奖状 不给奖金 我们看一个时间线 木头社3月8日报道 印度对印太联盟的其他三个成员国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直接喊话 敦促他们投资印度的疫苗生产 共同将中国挤出区域疫苗销售 3月9日 美国宣布本周五 也就是3月12日召开 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线上会议 局面是再鸣血不过了 莫迪直接对着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高喊 打钱 那印度会如愿以偿吗 我认为不会 印度说完 让美日澳打钱投资印度疫苗生产后 这三个国家的反应都是不予置品 这是一个 另外 疫苗已经在欧美世界高度政治化了 现在和疫苗有关系的事都很敏感 我们中国在疫苗这事情上 是真诚的希望能对其他国家提供帮助 而西方现在的态度很明确 首先是自己先接种 等自己弄完了再说其他的 但是他们又对中国将疫苗提供给其他国家不满意 反复炒作将中国无私的举动恶意揣测和政治化 他们现在有一个统一的荒谬的说法就是 疫苗问题上不能输给俄国和中国 中国和俄罗斯在用疫苗外交扩大国际影响力 他们自己规定疫苗先满足自己 又不喜欢中国和俄罗斯将疫苗提供给第三世界国家 这简直是混账逻辑 其中欧盟是最好玩的 欧盟最早也是只用欧美的疫苗 但是现实是欧盟的疫苗供应跟不上需求 他们之前和阿斯利康打嘴仗 阿斯利康最后和欧盟说 要么把阿斯利康在印度生产的疫苗先给欧盟用 欧盟气得不得了 正板不给你给我印度猴板的 你阿斯利康这句话对我欧盟伤害不大 但侮辱性极强 所以欧盟现在的态度就是成员国自己找中国俄罗斯买疫苗 他们不管 但是欧盟不会出面 印度在美国宣布印太联盟开会前一天 提这个让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投资印度的疫苗生产线 其实想的挺美的 印度如果有投资进来 确实可能会生产大量的和西方合作的几种疫苗 但真的实现不太可能 因为拜登之前不是说了吗 美国的疫苗接下来会大量到货 争取秋天之前就完成全民接种 美国接下来的辉瑞摩德纳疫苗产能就会空出来 美国肯定会在全民接种后 拿接下来的疫苗产能产量做政治文章的 怎么会便宜给印度呢 又给钱又给政治影响力 美国自己搞 它不香吗 所以印太联盟线上会议的第二个看点 就是印度了 想要好处拿不到 又处处找中国麻烦 苦头自己吃 美国光发奖状 奖金一点都没有 要知道拜登是非常看重气候变化议题的 印度的碳排量 减排计划 绝对是以后拜登很难回避的一个问题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拜登在视频会议上先卡壳 这样就没有印度什么事了 好了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